它會漏水就是裡面的一個橡皮券壞掉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是腳法 那先準備好三樣東西 尖銳的東西 美工刀或者是薑水果要煎的 只要夠煎就可以 扳手 十字起子 看到這上面 可以看到這上面 這裡有個缺口 有個阿瓜下去 在這個地方 用尖銳的東西把它翻起來 因為硬 敲起來 其實用 雙面膠黏著而已 你拿 撕起來 這個把它放旁邊 你看到下面 一個十字 一個十字螺絲 然後用十字起子把它轉下來就可以了 轉鬆就可以拿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陶瓷 陶瓷滑心 把它轉下來 那可以看到 這個 就這個橡皮壞掉 這個切一圈 這些要換掉的時候 就露水露出來 從旁邊露出來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 橡皮換一個 新的就可以了 把橡皮拿下來 然後再換一個新的 再換一個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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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轉回去 一樣 然後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裡有一個凹槽的地方 放好以後呢 OK 再把它轉回去 好 這個轉回去 一樣轉 轉 可是不要轉太緊 稍微這樣就OK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硬一直轉 轉太久了 反而會漏水 然後再把這個再裝回去 這先卡進去 好 卡好 裝進去以後 然後把這個固定 鎖緊 鎖好 不用鎖緊就可以 然後再把它蓋回去 這樣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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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